船院的舞台 空創作集 相當航廣在福海宮出入力的時候 想到地上變多了 還有王公祖親身把管長 整個要求管長幫忙 他這麼說這就是表示 王公祖他不要走的意思嘛 換一下 車輸 姐姐的廟頭 先過來那邊 那麼王公祖現在擲杯也是七比四 贊成要搬遷原地方 主委擲杯 有一個張老師來兵戈王公祖 你如果留在這裡 民航局交通部會把市集園十三米館 我們王公祖就是六甲 一個瓦底 後面會吃水 排水沒辦法排 還要進入的通道 他說四百公祖要過五湯 非常不方便 四百公祖要過五湯 其實在目前規劃的是說 有西洋西國 就順流嘛 順流嘛 不會這樣子 沒有高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四百公祖的裝備 也會加強相關的排水 包括往四百公祖的區域 我們會設解水溝 就是水流到這邊 我們把它解掉 機場公司的相關的主管 不就告訴我們 他就是一個平坦的地險 也沒有所謂排水的問題 也沒有所謂隧道的問題 也沒有所謂的幾米高的 擋土牆的問題 之前因為千廟爭議 頻頻登上媒體版面的主委扶海宮 因廟指位於桃園航空城計畫 擴建的第三跑道征收範圍邊緣 而影方廟方爭論是否安遷 既然雙方都堅持自己的主張 是秉持主神福姓王公的神意 那麼我們不妨回顧 神明這一路的指示 或許可以釐清他的真正用意 深深厚的他堪稱是超級戰神 不光自己選地蓋廟 面對當時交通部民航局 興旺千廟 他更是立場堅定 我們要好好把你針 好好把你蓋 你如果選大魚 我們要特別把你揹出來 你啦 你叫你蓋 吉桐和福姓王公一起跪下 讓現場的幸福情緒公佈 哪有事你蓋人啊 人家都不知道說大家要把它蓋 我幫你倒蓋啦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騙人塞車啦 太離譜了吧 一代新代都 一個新鎮在整館 當下我看了我很不捨 所以我就立志了 只要他有什麼困難 關於航空城的問題 我義不容辭 我都會幫忙 我啦 這個禮物